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日本的驻台代表官邸还降了半期三天来表达哀悼之意 最如今这驻台代表职呈改成了大使 这件事也备受到台湾的关注